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百娘小薇 今天呢有一条评论 突然让我一眼前一亮啊 主要是呢 这条评论它获得了近600个点赞数 容单评论区留言第一名 来一起看它 这位叫做用户2950745 一串数字的小伙伴提出的 挑战在贪吃蛇大作战中的 无尽模式下获得5万的长度 不限时间 同时这位小伙伴留言表示啊 这个挑战很难 光靠时间久不行 要靠技术 同学 你这是在质疑我王小薇的技术吗 非常好 我今天就接下一个这个挑战啊 如果不能达到5万本的话 我今天就惩罚我自己 和把我为数不多的口号拧开 放在地上 然后在它上面做平板支撑 坚持10分钟 平衡够狠了 好了开始我们今天挑战 前天王星日日看百娘 我就是传说中的宇宙超及平底国王小薇 现在在你们面前的我 只是一只无名小蛇 但是三秒之后 我一个走位 哎我选没装上 我再来一个走位 我就把另一条比我还长的母蛇给击败了 为什么说它是母的嘞 你看它们啊 一个的皮肤比一个的还要划哨 不像我走的是技术流 还有就是 一不小心就击败对手的看脸流 我看了眼睛是最佳啊 也就差区区4万分的操作 哎小小对手不足挂齿啊 我去 是我 我王汉三又回来了 这次我要专注挑战 再也不搞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了 一个击杀 两个击杀 三个 四个 看看看看 瞬间就达到全场第三名 比刚才那句厉害多了吧 我再来 直接从第三名进阶第一 下一个我的目标呢 就是今日全场最佳 我去 这条身好长啊 哎我的我的 让你抢我的 你看死了吧 总是有些不信邪的小蛇 不把老娘武杀超身的标志贴你们头上 你们还不知道死在谁手里呢 你看你看 我就说这游戏没有多难吧 细心专注 重点是在带那么一丝丝的运气 比如现在这个黑白相见的青鹅蛇 我不允许这个场上有人比我还可爱 看我烈石小鸡就把你给传起来 我都头尾相连了 你怎么和我拼 成功拿下 感觉现在说多了起来 我总是抢不过人家怎么办 我的我的 我去我好不容易才长到这么大的呀 都没上一千呢 就把我扼杀在摇篮里了 来 抢不过人家 那这次我就先从小的吃起来 再偶尔吃个残根剩饭 绝对不贪心 不跟你们抢 啊 你这鸡怎么回事啊 新来互动动不动啊 好壮死你 都别想跟我讲坏坏加路 我却又有一只抽球来了 这条蛇叫幸福时光 太好了 这人在排行榜上 带我前面 就决定是你了 我穿了 哎呀我去 这才开局多久呀 我感觉我自己都没活超过一分钟的 为了今天不做球 我真的要认真了 看到了吗 妈妈我终于上了一千分 虽然还不到今天目标的百分之十啊 但是我现在已经足够长了 我稳坐第一的宝座啊 你感谢 现在已经不断会有小蛇 撞到我身上 这叫什么 我往小微的地位呢 简直就是在这个游戏里 哼着走啊 只要我想 没有哪条蛇 能从我的尾功都活下来 撑倒吧 说新人 现在距离开始挑战15分钟 我已经完成了五分之一的挑战 一万米啦 你们感谢 什么贪吃蛇 我现在都吃到不想吃了 好吧 你看我这体型 再看看敌人的 这完全不是一个等级啊 其他人完全就像给我一牙缝的小虫子 我现在只用小心 别撞到新出生的小蛇护盾上 现在只用巡视一下 我的地盘就可以了 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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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 吓死我了 还好送我了一个命费父母 不然我今天真的不活了 现在我决定来测试一下 看看我能不能用身长把整个地图围个圈 哈哈哈哈 不跟你们这群小虫子投人呢 我贴边走 我去 这地图也太小了 那不是得有好多人刚一出生就被我击杀了 哈哈哈哈 哎呀 抱歉了 各位 这把整个地图的滋味也太爽了 来来来 接着挑战 这音效我都听烦了 这贪吃蛇都被我玩不贪吃了 哎 这挑战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你们看看这群小蛇全部集合起来攻击我 但我终于明白了 当你和敌人实力差距太大时 强的那一方 我胜利一都不想理你们啊 哎呦 又是谁撞我了 谁敢相信我竟然那么优秀呢 第一次玩这款游戏啊 就给大家蒙上了一层行李 简直是太不够意思了 哈哈哈哈 快到了快到了 我终于要挑战成功了 看见了吗 臭弟弟们 只有我想死的时候才能死 别的时候你们就只剩下感受恐惧吧 冲啊